套路兄弟的女儿 当我女朋友 结果兄弟好像听见了这件事 哎 副事长 那个 你能当我女朋友吗 等我啊 你再这么说我告诉我爸了啊 不是 你假扮我女朋友 我妈老吹我找对象了 回去让你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我就说我找着了 不行 我紧张 哎 没事你 你赶紧先来听我一口 完了我把照片给我妈发过你 你咋越说越过分了呢 哎呀 你不是喜欢我过分吗 是不是 副事长 那个 副事长你最近有点过分呢 啥活都让我干啊 啥时候来的兄弟 还说什么帮你对象 啊 那个我说让你闺女假扮我对象 啊 完了给我妈打个电话 那个我妈老吹我 你还说什么 洗洗衣服吗 啊 那个 不是 那个是 不是 那个是 那个是 我妈说 如果我找到对象呢 她肯定高兴的得亲我一口 啊 你看你这人 是吗 啊 听话了 听一会儿 兄弟啊 说实话 你老大不晓得了 你真应该找一个 让你喜欢啥呢 我给你介绍一个 啊 我喜欢那个胖胖的 我可爱一点就行 好胖啊 我身边也没有这样 哎 闺女 啊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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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了滑了吧 是吧 行 滑了滑了 你找这些不能着急 你找好点 行行行 我我没事 我心里有数 你放心吧 好 费心了行的啊 不是 你当我爸面 怎么一天进 胡说八道的呢 什么喜欢可爱的 什么又胖胖的 我看你这胆越来越大 你要让他知道了 不是 傻的 这我干啥呀 不是 你以为 刚才我说的是你啊 不是 你别是对号入座了啊 啊 行行行 不是我啊 哎 副事长 是你是你 哎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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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你 那 你 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